過去在每年農曆新年前都會出現垃圾棄制高峰期 食物環境衛生署會就此作出準備 我們在1月16日起 食環署會在全港各區展開一年一度的碎晚清潔大行動 在各區設立超過200個臨時廢物收集站 並且增加各區收集垃圾和大型廢物的次數 在陸在區區方面 在農曆新年之前 從事實上的環境保護處 已經要求了相關的刑辦團體增加人手 以及農曆年二八將服務時間 由原來晚上七時延長服務至晚上十時 此外在五十個公共屋邨的新回收便利點 都會在四月一日前相繼投入服務 全港公共回收點會逐步增加至超過220個 在廚餘的回收方面 我們預計在農曆新年前 將會有100個公共屋邨 完成安裝智能儲餘回收桶 覆蓋超過710座樓宇 及大約115萬名居民 佔全港一半公共屋邨 為了配合落實垃圾收費 環保處已經授權大約3000個 涵蓋超級市場便利點、藥房 以及網上平台的零售點 售賣指定袋和指定標籤 環保處也留意到近日 有內地購物網站售賣 聲稱為指定袋的垃圾袋 經查證之後 網站並非環保處的授權零售商 而聲稱為指定袋的垃圾袋 雖然價錢較便宜 但也不是法例定名的指定袋 我們亦將個案轉交給海關 跟進調查 我們亦將個案轉交給海關